雄猫界竟然也有女装大佬 美兰相亲即闹出史上最大乌龙 2006年美兰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出生 作为旅美大熊猫伦伦和羊羊的第一个孩子 自打她出生以来就被美国媒体疯狂报道 每天排队看美兰的人有成千上万 要知道大熊猫在幼崽时由于体型小 发育不明显等到三岁以后才能辨别性命 但由于美兰举止优雅长相秀气五官精致 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直接判定她是母熊 还因为悠悠然然的性格楚楚动人的眼神 自带的忧郁气质有了熊中林黛玉之称 2010年美兰乘专机回到成都 并参与到熊猫基地的繁殖计划中 为了给美兰寻求一段好姻缘 新浪公益还公开为她招许 最终选出了拿得出手的八位候选男友 然而没曾想面对一众英俊男友 美兰却丝毫提不起兴趣 于是工作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 给美兰做了一番生理检查 最终结果真的是美兰被亚特兰大动物园弄错了心理 眼前这个秀气的美兰竟然是公熊 此事一出引起了熊猫基地的高度重视 并立马为美兰拨乱反证澄清她是妥妥的男子汉 谁料外界的笑声更大了 分增调侃美兰是女装大佬 不过美兰并没有为此伤心 反而沉浸在和女熊的相亲过程中 并摇身一变成为熊猫基地大名鼎鼎的总攻兽 而那八只候选男友空欢喜一场 眼看去到手的媳妇非了不说 反而多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 迄今为止美兰已经有了七个老婆二十三个瓦 其中就包括顶流女明星花花 最可怜的就是当初和美兰相亲的熊猫舞衣 她可谓是一件美兰物终身 当美兰都已经儿孙满堂时 熊猫舞衣却成了基地有名的单身汉 只能怪美兰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